会抱怨自己很贫穷匮乏的人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懒惰不愿意工作或想办法赚钱 另一种是很努力工作 却因理财不当悲困在为钱工作的窘境 为什么努力工作却不富有 因为这种人缺乏财务管理知识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富爸爸穷爸爸 这本书因提出独特的财务观念红透半边天 或许你有听过 但你看过了吗 到底什么样观念 富爸爸穷爸爸主要围绕着以下八个课程 第一课富人不为钱工作 第二课为什么要教授财务知识 第三课关注自己的视野 第四课税收的历史和公司的力量 第五课富人的投资 第六课学会不为金钱而工作 第七课克服困难 第八课开始行动 我看完这本书对我自己有所启发 希望大家也有所启发 我为大家整理了以下几个重点 一现金流 你知道现金流是怎么来吗 小资组小明月收入三万 假如每月支出两万 月底剩一万 这一万可以存起来也可以拿来投资 总之可以增加小明的财富 就是现金流 如果小明每个月把一万存起来 他的财富会随着日积月累慢慢变多 这是只有流入没有流出的情况 但这样存钱支付速度慢 而且得靠工作得到的收入 富爸爸 穷爸爸里提出另一个方法可以加速支付 并且可以让钱为你工作 那就是将现金流出 投资让钱为你工作 二资产和负债的区别 你如何定义资产和负债 富爸爸说把钱放进口袋是资产 从口袋把钱拿走是负债 作者举了两个例子 房子和车子 你认为是资产还是负债 一般认知里房子和车子都是资产 但实际上他们不但不能带来收益 反过来还要缴房地税 牌照税 修缠费 保养费等 不能带来收益 反而要支出 对富爸爸来说不是资产 是负债 因为买了房子和车子开销会增加 我们就得更努力工作赚钱 然而 努力赚更多钱扣掉那些开销后剩下的钱还是没变更多 可能会变更少 这种假象资产会让持有人陷入恶性循环 三穷忙的恶性循环 书里常出现的一句话 穷人和中产阶级为金钱而工作 富人让钱为他们工作 这句话尖锐的让人感到刺耳 不过无意间提醒了那些努力工作生活却没有变更好的读者 每天独立工作 领到薪水后你怎么运用那笔钱 除了基本开销 剩下的会拿去买奢侈品 靠上自己还是存下来投资 如果拿去买奢侈品货上面说的负债品 下个月就要更努力工作来支付账单 如果拿去投资 购买增值性或带来收益的资产 就能让钱为你工作 下个月就不用更辛苦工作偿还债务了 思关注自己的事业 作者罗伯特强调要关注自己的事业 因为事业属于你的 可以完全掌握并让他为你工作 这里指的事业是公司 投资或是著作财产权等 把钱持续投入让事业越来越大 前往财富自由的路业越来越近 无学习的力量 很多人不敢投资是因为害怕失败 会损失那些辛苦赚来的钱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是有人大胆创业或靠投资便富有 答案是学习 学习金钱的运作 商业模式 财经知识 风险管理 你学到越多知识和掌握越多资讯 经营自己的事业就会更顺遂 虽然还是有可能失败 但几率变小了 损失金额能控制可接受范围 六财务 IQB了解四个领域 会计 从财务报表 看懂公司经营状况 帮助筛选好公司 投资 决定投资策略 风险管理 了解市场 观察市场需求变化 把握顺流投资 法律 金钱游戏规则 懂法律就知道如何让法律保护自己的财产 就像了解游戏规则才知道如何不违规赢得比赛 我将会分享书中的例子去支持以上的论点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 或是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们的话 请不要吝啬的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和给我一个大目沟